好 下面的題目 想法當然一樣 只是看起來不一樣 這叫做農夫挑扁蛋 就是中間的肩膀有施力 然後前後有重量 或者是有施力的東西 就是抬的東西一個在抬 然後有兩個重量 請問你農夫挑扁蛋 然後呢 菜重20跟30不計扁蛋重量 請問你要離開多少 他是問多少距離 好 你要畫圖 好 一邊20 一邊30 他問我離20要多遠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1.2嘛 總共一點要弄減S 然後呢 施力往下夾到F 不曉得 OK 然後呢 一樣 經理名額呢 合力等於0 合力極等於0 合力等於0就是向上力要等於 向下力 所以呢 就是F要等於20加30 然後合力等於0就是要算數值中等於 數值中還是一樣 需要支點 1點放在哪裡 隨便 開心就好 這裡我想要少掉一件數的時候 放在哪邊就好了 放在F上面 因為放在F上面 F就沒有力取了 放在F就沒有力取了嘛 所以少一點 少審視嘛 OK 好 合力等於0 F等於20加30 用不到 合力等於0 40鐘 誰40鐘 30 40鐘 好 利弊1.2-S 利時鐘 誰利時鐘 20 利時鐘 X乘20 後面 反應就是知道 合力就可以算出來了嗎 OK 數學 你要移去 轉一轉 答案就算了 所以大概0.72公尺 OK 所以0.72公尺 下一個練習也是一樣 變成農夫挑這個斧頭扁蛋 可是斧頭啊 你的手的施力症的一個重量 你的手的往下壓著 你手的不是要扛 壓著它嗎 壓著它 抬起來嗎 那就是另外一個重量 所以有一個鐵斧重 還有一個手的施力重 他問肩膀的受力多少 他問的是肩膀 那你其實有兩個力不知道 一個力就是你的手要是多少力 一個是你的肩膀多少力 所以他有三個力 斧頭的重量 手的施力 還有一個肩膀的施力 然後呢 經力平衡 合力要等於0 合力極要等於0 合力等於就是向上力要等於 向下力 合力等於是順時鐘要等於 歷史鐘 一樣 做法是完全相同的 那你就把它圖畫完 去找 那你算力舉的時候需要支點 那這一題你的支點放哪邊會比較好咧 這一題你的支點放哪裡會比較好呢 帥哥美女 3 4號 4號 1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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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號 4號 有一個手的施力是S 一個肩膀整台力要是F 然後呢 距離要告訴我 然後呢,合力等於0,向上力等於向下力,F等於X加4 還有一個合力局等於0 那合力局要算,要需要支點 我找誰當支點 我誰不用算 X不用算 我要算肩膀私義,我要算F,我不用算X啊 手法放在哪裡? X上面 哪裡上面 誰順之中?4順之中 誰順之中?F,逆時中 然後力幣乘以利,40中力等於力矩 力幣乘以利,4的力幣是100 F,逆時是40 那一算一億,答案就是10 所以答案就選豬 這個題 這個就是所謂的中間一個私利兩邊有重量那種 中間一個私利兩邊有重量 其實想法都完全一樣 就是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 但又對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就是我們這邊的練習 OK